好接下來我們要聊的這一台車 原來阿松有在注意 有有有有有 因為聽說他在日本出的車款多當中 還有專門針對露營出的一些改裝跟小配備 對 隨路友們都在看 然後現在有拍到測試車了 對嗎 正姐 對 在路上抓到了 我們都知道這個車其實在去年出現霍卡板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箱型車一定會出來 然後今年第四季 這個大家也都大概知道 那現在終於在路上 而且最重要的地方是我們圈起來的部分 我們抓到的是五人座 因為他的座椅剛好就是在應該的位置 不是到貼最後面 那可能就是八人座 不是沒有座椅 那就是兩人座 五人座 所以我們現在能確定的是 到時候引進台灣 不是引進 就是台灣正式上市 一定五人座是有的 那可是我們就好奇了 我們都知道Town S為了是什麼 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為了打Berry卡 既然Berry卡我們都知道 他全車系 兩人座的也有 五人座的也有 八人座的也有 自排手排也都有 甚至還有四輪驅動 那到底Town S的VAN進來了以後 有沒有辦法像Berry卡一樣 這樣子應有盡有 因為坦白講 不是每個人都像阿松 或者是小七一樣 賺那麼多錢 還是有很多人需要 載很多人 幹什麼 都會中千零 真的 你以為賣包子那麼好賺嗎 是啊 你以為車子一直換 不用成本嗎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其實說真的 還是有很多中產階級 需要的是載很多人的車子 那這個時候 八人座的像是Thomas這樣的車子 可能六十幾萬 七十萬不到 我們就可以載著全家人一起出去 你看如果假設 他真的也有四驅的版本 對於想要露營的朋友來說 很棒對不對 對 然後他們就會想說 那我趕快 要不要順便台灣也 搭著賣露營套件 對啊 戰多好啊 其實剛剛小七也有講 他也有工作車使用TownS啊 LINE 電腦黃金線 來好友目擊開跑囉 房金線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 我們家汽車資訊推給你 一交易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全包 最棒的是 才有一樂意驚喜 汽車搜尖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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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最懂你的賣車友 LINE